画面中可以看到右边引辆白色轿车 看到前方车多打了方向灯 不过后方车辆硬切进入车道 危险驾车行为就发生在南投南钢路上 一号晚间六点多下着毛毛细雨 路上车辆大多缓慢行驶 却有驾驶没注意安全距离硬切车道 后方驾驶也只能放慢速度让他通行 而同样也是在下雨天 还有休旅车连方向灯都不打 直接往左连续变换车道下的驾驶 蒙踩刹车差点就撞上 带您听听民众怎么说 我觉得很危险啊 他这样子突然切过来 而且还下雨天 心里面真的是很不舒服 然后又很紧张 很怕会A到他 如果车上还有小孩或其他乘客的话 也会为他们的安危很担心 不过后方车辆硬切车道 又是在雨天实在非常危险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发生车祸 警方也提醒若是任意变换车道 造成后方击杀或发生危险情形 依照道交条例可裁罚六千到三万六千元 并当场禁止驾驶 未经认诩 won'tesy